而在当地时间的8月1号 英国队这个东道主队 是一鼓作气的获得了两枚金牌 而此前的英国媒体也是淡定的调侃自己的国家队 希望他们在周五前能够有所斩获 现在他们确实是如愿以偿了 不过英国的大部分民众也表示说 无论是否有英国参与的赛事 他们都会为各国的运动剑而喝彩 我们来到这里来看 Bradley win his gold 我们在这里看完整的 Tour de France 我们在这里看完整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看完整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看完整